大家好 在南美洲的巴西的北面呢 有一个很小的国家 很安静 它生活的节奏呢很慢 那自然生态呢也非常原始 它叫苏利南 那令人惊奇的是呢 在这个国家中啊 客家化是法定语言 没错 就是中国主要的方言之一 哈嘎瓦 客家化 就是他们的国家的法定语言 那华人呢占苏利南的总人口大约百分之二 那其实不算大的一个族群 但是呢中国人过的那个春节呢 在该国呢也是法定假日 法定假日哦 那苏利南呢 它是南美洲最小的国家 面积只有多少 十六点四万平方公里 那人口多少呢 五十五万七千人左右 那只相当于中国河南的一个省的一个大小 这个面积哦 所以呢它每一平方公里有多少人呢 平均三个人 每平方公里只有三个人 那苏利南呢 它原为印第安人的居住的地区 那一六零二年的时候呢 那荷兰人就开始到这个地方来定居了 那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呢 那因为苏利南这个地方啊 发现黄金 所以也让很多华人知道了 那很多华人呢 就不远千里不远万里 来到苏利南干嘛呢 掏金哦 那一九七五年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宣布 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哦 苏利南国家 那一九七六年的时候 它与中国建交 那根据二零一七年人口统计啊 苏利南大约有五十五万七千人左右 刚刚有提到 那华人占了百分之二 那华人呢 在这个国家 大约是在一万多人左右 一万到两万之间 那几乎啊 全是客家人 就这边的华人 几乎全部是客家人哦 那这里的华人呢 是加勒比三十七个成员国里面呢 最多的哦 其实可想而知啊 那华人我们也知道 很有商业头脑嘛 他到各个国家去都很会做生意 所以啊 华人在苏利南呢 他其实控制了苏利南的 大约七分之一的整个经济市场哦 苏利南的华人历史啊 可以追溯到1853年 当年啊 有十八位华工 从和鼠爪哇岛 也就是现在的印尼啊 出发前往苏利南 到华工契约起满的时候呢 有七个华人过世了 剩下的十一名华人中呢 有三个人选择继续留在苏利南谋生 但是啊 对那些华人来讲 求生存啊 是他们在苏利南的人生唯一目标 不过啊 真正讲起苏利南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啊 要提提1980年 也就是独立后五年发生了政变 那政变之后呢 有一个拥有医学博士的内科医生 但又缺乏政治根基的华人 他叫陈雅仙 他却出人意料的被政变领袖 叫包特色相仲 用力为总理 不久呢 他又兼任为总统 而包特色呢 则以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呢 掌握实权 在苏利南啊 陈雅仙不是他的名字 而是他的姓 早期呢 去苏利南的华人 他在登记的时候呢 那当地官员呢 就会联名戴姓 全放进那个姓 这一栏里面就是last name 这一栏里面 那华人呢 为方便 他另外取了一些欧式的名字呢 就放进这个first name 就名字 这一栏里面 那陈雅仙的父亲呢 是来自中国广东惠阳的客家人 帕雅仙 陈雅仙他上台之后呢 因为主张还政渔民嘛 和包特色意见不合 那1982年2月4号呢 他被迫辞职 并出国流亡 1995年的时候呢 他回到苏利南 但是啊 不再从政 而回到医师的本行 直到1999年去世 苏利南前任总统啊 就是跟陈雅仙于1980年初 打江山的包特色 也是有中国血统啊 算来也是八分之一的华裔啦 那夫人呢 Ingrid 主席在广东 则是道道地地的华人 那包特色呢 他于2010年到2020年担任总统 之后呢 就是印度裔的丹多吉来接任 从2020年到今天 那2013年的时候呢 那包特色夫妇 他访问中国期间啊 还特地去湖南去拜访 毛泽东的故居 不只是国家的领袖 有华人血统哦 苏利南政府高层啊 也有不少华人 甚至啊 就是来自中国的 比刚刚说 像主席深圳的杨静华 2002年 他步入苏利南的政坛 先后担任工业贸易部 环境整治 和土地森林政策部的部长 那东莞人张丰年呢 曾担任苏利南总统顾问 2004年的时候 他也曾把当时的总统啊 带回家乡东莞市做客 苏利南的总统府呢 也蛮有个性的哦 如果没有守卫 没有围墙啊 顾林的一座建筑啊 如果不差国旗啊 看起来啊 也就是大一点的豪宅 其实啊 中国人移居苏利南的历史啊 很早 可以追溯到1853年 是居住最久的民族之一 2014年的时候呢 苏利南将农历春节 确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这是南美首例哦 中国春节呢 成为苏利南永久性的节假日 此外呢 2008年 华人在苏利南成立了 苏利南中文电视台 这里的华人啊 大多来自广东客家地区 由于华人啊 在全国比重较大 那苏利南它是汉语中的客家化呢 为把定语言 还开设了很多中文学校 2008年啊 华人还创办了中华日报 目前啊 苏利南的官方语言啊 当然啊 还是荷兰语 使用范围包括 学校、政府、商业机构及媒体 在2004年 苏利南还成为 荷兰语联盟的第三位成员国 但因为近十年间呢 华人啊 在苏利南开了数百家公司 商场啊 店铺啊 赌场和餐馆 拓宽铺设了博油路 盖起了政府福利居民楼 承包了全国约九成的超市 杂货店和食品店 甚至它的外交部啊 也是中国建筑商修的 与中国的关系啊 那么深厚 而且啊 境内的华人 几乎都是客家人 因此啊 客家话和中文啊 在苏利南也是通行无阻 中华文化也在苏利南到处看得见 可以说啊 中国人来到这里啊 完全没有语言的障碍 如果你能讲客家话 更是像回家一样 诶 有没有想去这个国家体验一下啊 除了啊 熟悉的语言和文化之外 这里也简单介绍一下 苏利南吸引游客的地方吧 苏利南啊 由于自然环境啊 还没有被人类大面积的开发 所以啊 景色极美 天空 雨林 城市 和谐共存 苏利南国家的森林面积啊 达80%以上 大多是原始森林 如果时间不够的话 一般啊 去他们的首都帕拉玛里伯记忆足够 它也是苏利南第一大城 拥有荷兰 法国 西班牙 英国等各式殖民地的建筑 整个城市啊 十分优雅 它的建筑物呢 主要以木结构为主 砖啊 用的比较少 诶 这跟加拿大很像哦 壮丽的砖结构呢 这个建筑啊 和木制的房子呢 在大街上相互对望 很有情趣哦 还蛮有味道的 高耸的棕榈啊 形成林荫道 红树林啊 树立在河岸的两旁 室内居民呢 属于多种民族啊 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这使得室内啊 有各种不同特色的教堂 犹太教堂 清真寺和庙语 帕拉玛里伯呢 在印第安人的语言里面呢 它意思是花都 由于啊 地处热带 整个市区 椰林相连 到处可以看到 成片成片的椰树林 到处醉满了 红燕燕 紫莹莹的花朵 苏立南呢 它于2019年的时候呢 它与中国签 签署了一个 负免签证协议 那这个协议呢 是于去年 也就是大概2021年 5月1号的时候 生效 所以你如果持有 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的话 你到苏立南呢 是免签可以待多少天 30天 大概一个月左右 但是要记住 台湾如果要去苏立南的话 因为台湾跟苏立南 它并没有负免签证协议 所以台湾到苏立南 还是要签证 不过呢 去苏立南 其实最大的麻烦 还是路途太遥远了 那你必须要从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去转机 那你如果从加拿大 去苏立南的话呢 多半还是要从美国去转机 不过啊 如果你想体会一下 海外的中华文化 特别是客家文化的话呢 那等到疫情过后的话 那不妨就买张机票 到苏立南去走一走 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今天我们聊到这边 如果对我们节目感到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订阅点赞 请记得按订阅点一个 也订阅点字幕 感谢观看